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绿营怎么是忙着在带风向呢 蔡委员怎么看 刚刚来上节目之前 郭政任在传了个消息给我 说中东很多下到台湾的订单 比如说穿戴式耳机 通通指定要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 不准在中国大陆工厂以外生产 即使台湾的台商不准在台湾生产 一定要在中国大陆生产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陆安全措施做得比较好 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一个事情 推牌的没责任吗 今天Toyota授权台湾的很多工厂在做汽车 汽车有瑕疵了以后 出了车祸 你说日本Toyota总公司只收授权费就没有责任吗 那个叫做民事赔偿责任 会不会有刑事责任不知道 第三个 这个说我们是Made in Taiwan 造成这个BB Code的一个爆炸事件 美国媒体大肆宣传 从平面到广播 从广播到电视 每一台都说台湾做的 那现在他才曾经说我只是授权 但台湾的Made in Taiwan的商业已经受损了 受损了我们还要有个国家安全的担心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 会不会对台湾进行报复 我们台湾的飞机 我们台湾的船 我们台湾的商人 我们台湾的驻外当中很多 你怎么去保护 这不国安当中要去想的吗 就你知道国安当中今天早上发出来的通告 第一个通告是什么 他说这个新闻看得到 都是大陆的IP在宣传 都是大陆的新闻在宣传 你是把台湾人当作智商57是不是 你国安人员吃饱饭没事干 不赶快想出一套 如何去保护台湾的 在全世界上的安全吗 台湾人这么多旅客在外面 这么多商人在外面 这么多驻外单位 如果人家对你提起攻击 你怎么去防护 再来要解决这问题 国安当中不是要开始设想吗 如何去对协助黎巴仁 去安抚黎巴仁吗 提供足够的医疗用品资金协助吗 以来安抚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有个贴牌厂商做错事了 他贪图这个授权费 只知道授权 不知道被以色列所利用的 我们要跟以色列配干净 不当然我们的台湾的情报单位 跟西亚国安单位 跟CIA跟这个莫萨德 老是混得很熟了 混到可以到那个泰国店 越南店就混了 所以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当然就一下子拉不下脸 可是这个为了台湾的人力 还是要做 你如果这个基本动作不做 这些比较武装型的 这些伊斯兰世界人 你敢保证他不会到台湾来 做恐怖攻击吗 你敢保证不会对我们海外的 各种飞机 船 货轮 船舰 进行恐怖攻击吗 还有我们的台湾的船 还能够顺利经过红海吗 这个都是要一整套去考虑的嘛 人家会觉得说 不是你台湾做就没有关系嘛 是这么单纯吗 对 即使这样的关系 来找上你 你也没话讲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台湾不要当作看笑话 好像说 哎呀跟我们无关 那个厂商还要去告什么 他的被授权的厂商 你在讲什么笑话 这也就是台湾的国安危机 这真的叫国安危机好不好 就是 民进党 你认知作战 认知个头 你认知有用 就不会那么笨 好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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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